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着大批金银财宝 打着宝格满意而归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在李世民的退步下 一场剑在闲上的大战终于演习息鼓 这就是被李世民引为一生耻辱的谓水之盟 而无独有偶 三百多年后的一零零五年 北宋与辽国也签订了一份类似的协议 一零零四年秋 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子率领大军南下 深入宋境 逼近北宋多城东京 北宋朝野震惊 怎么办 当时朝廷里有两种意见 一时主张脚底抹油 逃跑 这以大臣黄欣若 臣咬走为代表 一时立主坚守东京 不但不跑 宋真宗赵恒 还应御驾亲政 这一在想扣准为代表 宋真宗打内心支持逃跑路线 可作为一国皇帝 大敌当前就这么逃跑了 面子上挂不住 只好按照扣准的意见 御驾亲政 北上抗敌 抵达蝉州 宋真宗来到前线后 前方将士受得鼓舞 朱军皆呼万岁 声闻数十里 气势百倍 他们奋力杀敌 一箭射杀辽国主将萧踏林 辽军 士气为之遭到重挫 然而 就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下 宋真宗接受了辽国要求谈判的请求 双方一拍集合 很快就达成了禅渊之盟 禅渊之盟一共四条 最核心的内容有两条 一是宋辽成为兄弟之国 平起平坐 二是宋朝每年给辽国三十万银卷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当谈判结束后 宋真宗派侍者悄悄问宋朝谈判代表曹利用 许给辽国多少银两 曹利用伸出三个手指 侍者以为是三百万银卷 报告宋真宗后 宋真宗大惊 太多了 又转而说 还是勉强可以接受 最后他得知是三十万银卷后 高兴极了 夸曹利用 才三十万 这么少 你很会办事 三李世民的人生发展轨迹 算是比较顺利的 他十七岁投身军旅 到燕门关营九隋梁帝 十九岁设下美人计 股东父亲李渊从晋阳起兵 加入推翻隋朝的洪流 二十岁凭借雷雷战功被封为省 书令 加封秦王 二十三岁参加虎劳关之战 以少胜多 一举灭掉斗建德和王室冲两大割据力量 唐朝统一之事已成必然 二十八岁通过玄武门之变 成为大唐王朝的新任领导人 为水之盟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当然 对于李世民这种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都很过硬的人来说 任何打击都不能将他击倒 相反 只能让他变得更强大 痛定思痛 在渭水之盟之后 李世民一方面发展经济 实行军填制和租庸调制 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是百业之本 由了农业作为基础 手工业 商业 畜牧业等产业 得到迅猛发展 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蓬勃发展 欣欣向荣之势 另一方面 李世民积极进行军备 莫马列兵 特别是针对突厥的骑兵优势 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 君子报仇 十年不完 仅仅过了三年 李世民就打响了复仇之战 六百二十九年 李世民一升令下 名将李靖 李继出师在北 主动攻打并打败了突厥军队 第二年 曾经不可一世的突厥首领协力 克汗被俘虏 送至长安 祸害隋唐几十年的突厥 至此彻底歇菜 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克汗 一个强大的唐朝冉冉升起 似禅渊之盟后 北宋又是如何呢 应该指出 禅渊之盟结束了四十多年的战争 为北宋和辽国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 有利于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民间交往和民族融合 对于北宋来说 每年三十万银卷远远低于用兵的费用 简直就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而在和平之年 北宋可以聚精会神 心不旁骛地发展经济 所获得的收益更是何止三百万银卷 三千万银卷 百年和平 让北宋经济社会进入巅峰时期 相继迎来了宋真宗的贤平之志 宋人宗的人宗圣志 然而 禅渊之盟也像一记麻醉记 让北宋王朝的统治 这陶醉于盛世王朝的繁荣里不可自拔 在禅渊之盟之后 朝廷中汪亲若 陈瑶索等主和派占据了上风 马之杰 曹伟 王德用等武臣招的排挤 军事上更是望战去平 曾经精锐善战的禁军部队五倍皆废 不堪一战 倒是常年驻扎于边境战线的陕西军 还保持着一定的战斗力 禅渊之盟还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禅渊之盟是辽国在战时处于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签订的 在那以后 辽国经常狮子大开口 向北宋所求签舞 北宋为避免战争 一律赵准 长期以往 朝廷上下形成了以金钱换取和平的意识 凡是能够用钱搞定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结果 北宋王朝变得更加不思进取 毫无居安思危的危机感 1127年 当来自北方的后起之秀金国徽师南钦时 北宋军队基本上没有抵抗力 让金国军队轻而易举的就达到都城东京 宋徽宗 宋钦宗 父子还幻想用大量的金银来解决战争 没想到金国不是辽国 他们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于是 北宋结束了 参考资料 就唐书宋史登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